他就是沒有嘎吱 沒有嘎吱 沒有在尊重他太太啊 你在錄影老嗎 可以錄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不要換太機會 好好好 為什麼會去找我們彎童啊 你知道彎童是誰嗎 知道啊 是三立的演員 女演員 對對對 就是某個什麼 泡阿蝦還是大時代的一個 演員 是彎童我知道 他從小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紅星嘛 台語去紅星嗎 最近才聽到的 因為他在電視我不看 他好像有電視記得 彎童 唱歌 這是彎童你知道的 彎童阿伯伯是彎童被馬俊林妻子高 菲文潮的菲菲洋洋 連彎童阿姨也出來參戰 究竟這麼多批的愛恨青臭 大家怎麼看呢 我覺得有點太 嗯 女目張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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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我太愛你 你孩子比較傷啊 那孩子無所謂 你要貼我倒貼我 我也高興啊 每一個男人都這樣 對 我覺得是真的啊 因為我很少會看綜藝節目 我看的節目通常會看財經 要不然就是韓劑 我覺得要避險吧 傳北聞是一件事啊 但是我覺得南方的處理方式 非常地糟糕 你覺得王童貞馬俊林 他們是不是覺得 知北聞 我是 我剛好今天早上看到電視 不是沒有再尊重他太太啊 感覺很瞎 做做 嗯 你本來是第三者就不對了 不要那麼大蠟在大公開 可以私底下的 無所謂 因為現在人就是這樣子嘛 男生跟女生 不一定要交往 喝茶去外面喝個咖啡 你就不要想太多 如果說他們是純是這樣子 OK 我其實沒有 親門踏戶在我們台灣人來講的話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就等於是你來挑釁了 直接踩到人家地盤去殺爺的那個感覺 到別人的地盤在叫囂的意思啊 我覺得阿姨沒有立場講這些耶 對啊 就是他們是去談 然後 就是怪給太太也很奇怪耶 就是好像就是 全部是太太的錯 而不是馬俊林自己 就是本身有出軌的嫌疑也有問題 剛好我早上看到新聞 我覺得不對 不管他阿姨 不管他媽媽 其實這個關他媽媽沒有什麼 關他媽媽沒有什麼事 媽媽不用出面 讓他們自己去解決就好了 這樣不是很白目嗎 人家說明天了 你現在硬要來 王童在跟家人溝通的時候 應該有透露出歷史講的訊息吧 不然為什麼阿姨會想叫他王童 你應該要跟男生溝通啊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王童在一起 你就要好好處理你老婆 對 那你男生跟沒事的人一樣 我覺得這樣很不錯 我當然是不是講太多了吧 不能是叫人家老公管好自己 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你沒有在婚姻裡面 本來就不對了 阿裡面可以私底下 喝咖啡 沒有再尊重他太太啦 就是更證實 就是好像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感覺 理論上你跟老婆孩子是一家人吧 所以怎麼樣就是以家庭為單位 除非你不想要守護這個家庭 我是覺得他先底下男的就這樣子 因為我以前都有看報紙的習慣 我都看蘋果報 可是蘋果報我這一兩年不看了 就感覺男生應該也要跟老婆離婚了吧 不然怎麼會對一個外人呢 然後對自己老婆都沒有 表示一點什麼 他的講法都比較挺像於王瞳的話 那由此可見得 他老婆也沒辦法去 玩到他先生的行為嘛 所以那由此也可見得 他老公的心也應該是往外排 好 我不會做 我應該是不會這樣 他吃不下 吃什麼吃你自己給你吃好了 他吃大便啦 他吃不下去 會很生氣 就直接 就叫他自己去吃 他不麻辣鍋 然後把鍋拖到他臉上 當然不會 除非 除非是很貴的小眼線 壓壓緊之類 譬如魯斯奎的牛排之類的 對啊 可是我早上看那個 他出來看記者 或我看那個男生 也沒有說衣服很後悔的樣子 對 跟阿翔都一樣 也沒有成績你知道嗎 都是製作 那個都是製作單位弄出來的 不會像以前 沒綁架在他們